听到这个消息 我立马兴奋了 贵州正式宣布 花江峡谷大桥将于9月28日通车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 而是一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 这座桥从桥面到水面垂直高度 打625米 相当于230层楼高 和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兴大厦齐平 站在桥面往下看 云层仿佛都在脚下漂浮 大桥全长2890米 主跨1420米 不仅是世界第一高桥 也是山区峡谷中跨度最大的 刚横梁宣索桥 更让人震撼的是 这座桥的刚横梁总重达2万2千吨 相当于三座爱芬尔铁塔的重量 在700多米高的毛道上 建设者们像云端搭积木一样 把每一块钢梁精准拼装到位 哪怕遇到14级正风 吊装精度仍能控制在毫米级别 这不是简单的箭桥 这是中国基建在高空秀黑科技 以前峡谷两岸的居民开车绕行要花两个小时 如今一脚油门 两分钟就能跨越天前 这座桥不仅改变了地理距离 更改变了贵州山区的命运 这座桥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的汗水 他们偷顶云雾 脚踏悬崖 以风雨为伴 与日月同舟 用智慧和勇气 浇筑出这座不可能完成的工程 请为这些云端注梦者 点赞 中国基建的每一次突破 都凝聚着他们的付出 有人说世界桥梁看中国 中国桥梁看贵州 贵州被誉为世界桥梁博物馆 全省有三万多座桥梁 以建和再建桥梁总长超过五千四百公里 连起来足以从贵阳到北京跑一个往返 在世界高桥拍名前一百中 贵州占了近一半 而花江峡谷大桥 正是贵州桥梁实力的最新见证 虽然目前桥面还未完全开放 但每天亦有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站在桥下仰望 才能真切感受到什么是人类的勇气 什么是山河的壮阔 这不是一座桥 这是中国基建把不可能焊在峡谷上的奇迹 9月28日 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 如果你也为中国工程骄傲 不妨请自来贵州 跑一趟这座世界第一高桥 因为每一座桥都是我们走向未来的路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知道在地球大裂缝上建高架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 大家好,我是陆登 我现在在贵州花江峡大峡谷上 在我身后呢 就是刚刚建成河隆的花江峡特大桥 它横跨在贵州安顺的关陵县 和新翼的针峰县的大峡谷之上 附近30万山区居民 原本需要绕行50公里的攀山公路 届时可实现之大 贵州六支特区到安隆县的车程 也将从两小时骤降到两分钟 效率提升高达6000% 沿线的刺梨、火龙果等农产品的运损率 从35%降至8% 区域DDP年增速或提升1.5% 真的是一条致富公路啊 都说贵州地屋三尺平 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 凭借着风山开路 御水架桥的势头 贵州已经在126万个山头上 架离起了近3万座高桥 世界前100座高桥 贵州就占了近一半 堪称世界桥林博物馆 另外这座大桥和旅游相结合 规划旅游区面积 总计是73.08平方公里 同时在这座世界第一高桥上 还建了空中电梯 现在已经封顶了 电梯高207米 最高点距离江面近800米 电梯建成后 游客不到一分钟 就可直达竹塔顶部 俯瞰峡谷风光 还能在观光通道 体验空中漫步 挑战高空极限运动项目 我们看到在敲西头 正在建设住宿 餐饮 服务等建筑设施 而在周边的山顶呢 也会选择最佳的位置 建设观光平台 方便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赏 这么厉害的一座桥 造价要多少呢 你绝对猜不到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它只需要20亿元人民币 这些钱很多人觉得不少了 其实价格是很合理的 举个例子对比一下 美国加州高铁 一段487米的桥梁 销了9年时间 花了111亿美元 最后还烂尾了 这些钱购修350多座 花江峡谷特大桥 桥梁的投资 一般是公路的30至50倍 投资少了 更加危险 2023年 印度一座跨恒河大桥 只花了171亿卢币 约合14亿人民币 临近完工就塌了 这样廉价又豪无安全性的桥 我们是不能建的 在花江峡谷大桥的附近呢 这个山上这儿呢 有卖凉粉的 冰粉 大姐冰粉多少钱一碗 冰粉五块 五块 您就是周边村子的吗 我们不远 有点不远 这个大桥建好以后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嗯 最近有没有 出行方便 然后可以在这摆个小摊 挣钱了 是啊 都在你耗时间的 一天一转目的过去 这刚秋还没通 通了以后人就多了 在这个山头吃点冰粉 五块钱一份 今天天气太热了 今天多少度啊大姐 今天32度 今天32度 你比了你大 尊重嘛 我 今天还仍然有32度 哎呀热的不想动 哎呀喝了这个好舒服啊 你比我小啊 我肯定不睡 台湾香港就没有了 五岁 你四十岁啊 嗯 嗯 我大 我五十啊 哈哈哈哈 你有五十啊 看我多快了 再有五 你到底叫人家大 那天那个婆婆八十多岁了 叫你叔叔 哈哈哈哈 那天一个八十多 八十四岁的娘娘叫我叔叔 对 真的 他八十多了 他叫你叔叔 这个好奇怪 他是干嘛 他一百多了嘛 他逗我呢 我是这边的是吧 对 在外地的 河北的 怎么样 不是河北的 这个帅哥是河北的 这个大叔是河北的 我是河北的 快两千公里了 来这儿看你们的这个大桥 可以来看那个桥的 嗯 他到国庆街 他就要通开了嘛 嗯 国庆街通车 嗯 嗯 嗯 很快了 嗯 嗯 马上要下雨了 看着这个雨好大呀 马上从那边就过来了 可以 怎么不意思 你还看 你还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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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雷了 下雨 收衣服了 刚才清空万里 现在 大雨已经要过来了 从那边正在慢慢的向我们这边移动 这就是刚刚顺利合拢的花江峡谷特大桥 哎呀 还是下过来了 终于下起来了 好大的雨啊 大桥上还有人在施工 下这么大的雨 太危险 太危险了 看 这个塔雕还在动 他们还在运送货物 他们还在运送施工材料 雨好大呀 真替他们担心啊 哇 建设者们真的是太伟大了 在这么大的大山之间大峡谷之上 建立起这么长的一座拉索桥 而且他们的施工环境呢 经常是烈日当空 然后忽然就清风大雨 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在施工 真的是太令人敬佩了 所以我们说咨询 到这里 赶索桥 走 我一踩 这就那时候 你试试 在那里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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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个大峡谷经历了一场大运 而我们的建设者也还正在施工 非常的危险 为我们中国的建设者们点赞 这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世界第一高桥 花江峡谷特大桥 再跟随夯拍镜头 我们领略一下它的风采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